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 以及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尽管国内外的经济指标都显示出消费 私人投资和外资流入都十分疲软 房地产和股市价值持续下跌 李强总理却只谈到了问题的表面和根源 却没有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政府对于货币和财政刺激的抗拒 加上对私营企业的矛盾态度 使得整体经济环境更加不确定 这次全会如果再次紧紧发表空洞的口号 而没有实际的市场导向改革 将会令人失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一篇来自 《金融时报》的文章 题为 《China's Plenum Must Offer Action Not Road Slogans》 这篇文章由康奈尔大学教授 布鲁金斯学会 资深研究员Ishwar Prasad撰写 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当前 经济面临的挑战 及其应对策略 文章开篇就描绘了 中国当前的经济情绪 国内外的消费 私人投资和外国资本流入 都显得疲软 房价持续下跌 股市低迷反映了市场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许多人认为政府既不了解危机的严重性 也没有应对危机的有效方案 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通常是每五年一次制定经济政策路线图的重要会议 人们期望政府能在此次会议上 提出明确的政策议程和具体改革措施 并提供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案 然而当前的迹象表明 这样的期望可能会落空 中国总理李强最近在讲话中提到了 要解决当前问题的症状和根本原因 但他并未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 人们担心会议上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官话和套话 如果政府不重新激活市场导向的改革 这些言辞将无济于事 政府在抵制货币和财政刺激的呼声 担心这些措施会引发金融风险并增加债务负担 尽管为了支持疫情后的经济 北京曾发行了大量长期政府债券 用于基础设施和其他支出 中央银行也适度放宽了货币政策 但信贷增长依旧疲软 私人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愿意投资 政府在某些行业的生产刺激措施 取得了一定效果 特别是在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等领域 这也符合制造业技术升级的目标 然而如何让民众增加消费成为了更大的难题 当家庭信心低落 房产和股市投资价值下降时 消费自然会受到抑制 此外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重点 限制了就业增长 进一步抑制了消费 在这种背景下 通货紧缩的压力也在持续增加 随着中国试图通过出口解决问题 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 也在加剧增加了经济的阴霾 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态度 也影响了市场信心 企业家愿意冒险 是因为他们期望获得高额回报 但如果回报受限 其积极性和创新动力将受到打击 尽管银行系统看起来稳健 但资源并未有效流向经济中 更具生产力的部分 银行对向中小企业 尤其是服务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兴趣不大 解决这一问题 激励银行进行更有效的资源分配 以及更广泛的资本市场发展 成为了当务之急 地方政府也面临财政压力 尽管他们占了整体支出的大部分 但大部分税收收入却由中央政府收取 这个模式本已不堪重负 随着房价下跌 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销售 获得的收入进一步减少 同时中央政府还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包括处理房产开发商失败的后果 中国当前的问题既有周期性也有结构性的 需要在多个方面采取行动 虽然刺激措施不是万能要 但它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传统的房地产 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 向服务业和高效制造业转型需要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需要支持 针对贫困家庭的财政支持 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措施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而如果没有更广泛的财政和金融改革计划 以及重建私营企业信心的步骤 仅靠刺激措施很难有大的成效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确立了一系列明确的经济目标 包括将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和高生产力制造业 摆脱房地产作为主要增长驱动力 增加家庭消费 现在需要的是明确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计划 提供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作为初步实践 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刺激措施来润滑这一过程 只有这样国家的经济情绪才会有所提升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这篇文章的背景、内容和观点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 文章揭示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政府的政策制定不仅要平衡短期的经济刺激 还需要考虑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这种多重挑战 要求政策制定者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敏锐的判断力 其次 从市场情绪和投资者信心的角度来看 文章指出了当前市场对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 这种情绪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经济活动 也对外资流入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何重建市场信心成为了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 再次 从社会政策和民生的角度来看 文章提出了针对贫困家庭的财政支持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建议 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的经济压力 还能提高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 从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最后 从全球经济和贸易关系的角度来看 文章提到了中国试图通过出口解决内部经济问题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 中国需要在国际合作和国内改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面而深刻的中国经济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的图景 通过多方面的分析和评论 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话题 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讨论 感谢收看六度解析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较炼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